哈囉!我是Siri 就在幾週前 我發了一個上班族 翹班幹大事的一日Vlog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是我剪輯的方式 或者是節奏 或者是時常的關係嗎? 讓大家覺得我會在當日的Vlog 開箱我當天買的所有東西 但是其實我當時沒有 好 於是這個音錯陽差之下 促成這一次的 近期買到的五個 最欠分享咚咚影片 謝謝大家也謝謝我自己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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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從去年年底開始 我陸續有買了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 一直都是在我的Wishlist裡面的一些班底 但是我還沒有下手的東西 那至於為什麼我會選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這一段時間開始爆買 這要說回到我前公司每年在年末的時候都會發bonus 以及不久之前我換公司的時候拿到一筆退職金 那至於退職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意外制裁 之後在職場話題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先來展示一下我近期內到底買了哪些優質好物 我自己配音 首先第一位登場的是Celine的AVA 會想要買這個包的起源呢其實是一個我想要買腋下包 那腋下包這個東西其實最近算是蠻流行的 然後也蠻多大品牌小品牌都有出腋下包 然後它腋下包基本上的版型 就是看它你是要圓的還是要方的還是其他形狀 基本上就是這三個大分類 那我當時是想說我想要一個圓的 我想要它背起來圓圓的 就是說它背在你肩上的時候 要是一個圓圓的掛著的感覺 那當時在想要買圓圓腋下包的時候 我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Celine的這個AVA 然後再來是我有觀察了一下 Prada最近好像也出了腋下包 再來是一個比較小重一點的品牌 Oh Soi 他們也出了一個圓形的包 那他們圓形的那個包呢其實也算是他們為經典款 只是他們每一季都會出不同的顏色 那在真正摸到他們三位 然後並且考慮我到底要買誰的時候 也首先當然會考慮價錢 然後再來考慮十杯性、十搭性 那在最後各種主觀綜合評比之下 我決定買下Celine AVA 我買到的價錢呢是215萬韓幣 那我記得它原本是195萬 然後是漲價了一點點之後變215 然後但是因為我買的地方是在現代百貨 現代百貨對於外國人有一個集點卡的一個方案 它可以累積你的消費金額 之後會直接返現金給你 非常的棒 大家外國人如果你想要在韓國買精品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去現代百貨 好所以我就刷下它了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用得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算是那種比較像是荔枝皮 就是不是那種光滑到不行 所以你其實不用特別特別的小心去揹它 就是你就正常的揹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看它這樣子 好像會以為它的容量是不是有點小 沒有我覺得還OK耶 來我們看一下它到底可以裝什麼 它的底是有一點寬度的 所以就是在你放東西的時候其實還OK 好來測試一下 氣墊粉餅 手機 我的錢包 酒精消毒噴霧 它裡面有個夾層 你可以卡在夾層裡 然後我的AirPods 然後我上班需要用到的出入證 還有我日常在用的唇膏 好那它們全部塞入之後 可不可以順利關起來? 可以啦 我平常就是這樣去上班的 它關起來之後外型大概長這樣 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是說它容量真的很大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然後再來觀察一下它的配色 這種配色其實就是傳說中的經典款 你非常百搭也非常易搭 平常上班或是你要搭休閒的樣子 都是非常OK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說是滿足了我所有的需求 一個有點貴的包 當你不是真正真正真正非常富有的人的時候 你買下去的時候一定會想很多嘛 那你買包就是要背它 長背長搭它CP值就回來了 所以呢 假設今天你也是一直在考慮這一顆包到底要不要買 到底要不要買你想了很久 這邊呢翻過給你個良心建議 要 下一位 Prada的小皮鞋 是我翹班那一天去買的 那Prada這雙小皮鞋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買 但是我為什麼都沒買 因為我腳其實算偏小 然後我平常是穿大概22半到23 有時候會穿22的鞋子 然後我一直都找不到我的尺寸 我每次經過Prada店的時候 我一定會進去看眼它 然後想摸一下 然後順便問它 欸請問有沒有我的尺寸啊 然後每次都是沒有 當天我就是一樣經過了Prada店 然後一樣就進去摸它兩下 然後順便問一下店員 欸今天有我的size嗎 結果要 而且尺寸是完全齊全的 它從22 22半 23 23半 都有 所以它就是整排拿出來給我試 那最後呢我帶回家的這雙是22嘛 因為實際穿上去之後發現22半還是有點大 所以就 我就買了最小號 那這雙Prada小皮鞋 它到底厲害在哪裡 其實呢 我在想買小皮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是想了很多 然後看了很多家的設計 然後去實際穿了很多家的小皮鞋 我最後發現 最符合我腳型還有我身型腿型的 就是它了 它首先呢 底有一點點加厚 但是這個加厚沒有到很誇張 它大概四五公分吧 然後穿起來呢 是出根的非常的穩 然後再來是 它後面不會磨腳 我之前就是第一次穿它的時候 我有在想說 欸我直接從賣場把它穿走 我會不會回家 腳後跟直接流血 沒有 超好穿 然後再來是呢 你走路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很重 它其實當然一定有它的重量 畢竟它是小皮鞋嘛 然後以及就是它也不是那種長像真正真正很輕的東西 但是 還OK 然後呢 它這邊 有做一個 鬆緊在這邊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 不會覺得整個腳卡卡的 然後再來是它前面的頭 其實就是看起來笨笨可愛可愛的 它是圓頭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 如果你腳板比較寬 估計也是不會到不舒服的狀態 那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它好不好搭 好搭 它能不能配上我所有心愛的牛仔褲 還有我其他日常的穿搭 非常的OK 它什麼都可以搭 Amazing 好 所以各位鄰居 假設 Prada小皮鞋也是在你的wishlist裡面 你還是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買 這其實沒有特別便宜 但我真的到底要不要買 方姑在這裡 再給你個良心的建議 要 下一位 還是一個小皮鞋 但是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是香奈兒的尖頭小皮鞋 好我講一下我跟它的故事 買到這雙鞋的時間點大概是去年的年末 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有點稍微不熟 因為我就想說 我一直很想要買Prada小皮鞋 但是為什麼就是我買不到 好所以就是 我就開始轉戰其他的品牌 試穿各大品牌的小皮鞋 然後最後我去到香奈兒 然後當時呢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的也不是這雙鞋 我是看到一些比較圓頭 就是 感覺比較類似Prada那雙鞋的小皮鞋 然後我就是這樣穿一穿 可是穿一穿之後 我就想說 好像也沒有真的特別喜歡 然後最後呢 大家應該知道香奈兒有一個很特別的儀式 就是 你在穿一穿這些東西 然後在SI發現 你好像真的要買東西的時候 他會拿出一些 欸隱藏板 或是把櫃子推開 你知道嗎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把櫃子推開了 後面是一個滿滿 我真的傻眼 滿滿的鞋子牆 就是從什麼顏色到什麼款式 全部都有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在那邊看啊 我到底應該要試穿什麼呢 他就跟我說 你喜歡的我都可以拿下來給你試穿 然後最後我就看到這雙鞋 然後我那個時候呢 考慮他的原因是 首先 我覺得 我一定會買到Prada那雙小皮鞋 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那既然不管怎麼樣 我以後一定都會買到Prada那雙小皮鞋 我現在就算我想要買小皮鞋 也應該要買一個 稍微有點不一樣的感覺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發現他 被擺在角落 一試穿之後 真的驚為天人 就大家應該知道 有一些衣服包包鞋子 他就是擺在那邊的時候 你會不覺得他怎麼樣 但是他穿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Amazing 他就是我的 對這雙鞋給我的感覺就是 穿到我身上之後 我們超級match 那大家在鏡頭上應該看不太出來 他其實是二三版的鞋子 但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是版型有做偏小啦 所以就是我穿到二三版也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把我剛剛那雙PRODA小皮鞋 跟他鞋底來比較一下 其實視覺上你好像還會覺得 嗯PRODA是不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這一雙是二二 然後這一雙是二三版 就是可能不同價鞋子版型不一樣吧 我也不知道 好總之尺寸ok 然後他的設計也非常讓我滿意 就是有點低調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象徵性 我真的被這種東西迷昏頭 如果你問我說 他到底值不值得到現在我覺得如何 我其實真的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雖然有一點小貴 但是他也不是就是香奈兒 大家知道那種驚爆天架 他是可以 你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然後再來是 他真的跟PRODA那雙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所以你會在不同的場合需要他 然後如果是說到 要日常的穿搭的話 他其實配牛仔褲那些都非常的ok 所以就是說 有好穿有好搭 給讚 下一位新朋友 Gentle Monster 各位鄰居 我終於買到Gentle Monster的墨鏡 之前大家一直在問的那個 我日常在家裡戴的那一隻是眼鏡 那一隻也是Gentle Monster 我也很喜歡 但是Gentle Monster的墨鏡 我真的是第一次買 我這次買到的這一隻型號是 他的英文拼音就在上面 我的臉其實算是就是比較窄的一個人 然後所以Gentle Monster 他們有非常多的墨鏡 都是我沒有辦法撐起來的 但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一隻 他的這個 叫做福嗎 比較小一點 是窄款的 他還是有點寬 但是已經最窄了 我相信我很多頭小臉小職人 在買眼鏡買墨鏡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瓶頸 對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所以就其實 我不太買墨鏡 我的墨鏡的數量 大概五隻手指頭可以數出來 然後這一隻我真的 算是我買到很滿意 對 他非常收視臉型 然後又不會太誇張 屬於是一種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自然而然就可以戴到 使用到的墨鏡 非常的棒 是否有夠好看 最後 來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買到的 Tamburates 他們跟Offactive Archive 聯名的一款香氛蠟燭 然後這三顆蠟燭 裡面真正味道來講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Mulberry leaves 官方形容它的味道是 西貴的香 就是特別的香 對啊 每個都滿特別 然後是 嗯 樹皮的 眼淚 沒什麼意思 然後 比較內斂一點的 平 平穩的感覺 到底說什麼 我個人是覺得 有一點淡淡的檸檬香 但是呢 整體 這一個系列 我覺得啦 在我聞起來 偏奶 就是說它整體來說 不是那種清香 花香 是一個偏厚 偏 低沉的 一個香味 真的很抽香 香這種東西真的是 大家要去實際的聞到 你才會覺得 喔這個我喜歡這個 我不喜歡等等的 就是 現在透過螢幕 代電我也不能讓你聞 來來 聞一下聞一下 聞不到 好反正 大家有機會 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Temperies他們家 其實所有東西 我都滿喜歡的 尤其是他們最signature的 那個000香 000香 是拜託大家 全人類 我覺得你都會喜歡 沒有人不喜歡 那個香味 所以就是 如果你想要先買一下 Temperies他們家的東西的話 000是一個非常好下手的 一個味道 就是它 買它 拜託 那最後來補充一下 關於Temperies他們家的情報 他們家呢 跟 Gentle Monster 是同一個母公司出來的 兩個品牌 那他們兩家公司 大家應該都知道 風格非常的強烈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們公司裡面 實際在做產品的人 其實蠻少的 他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一些 比如說視覺設計啊 或者是一些 branding專才的人 那他們非常會製造話題 所以這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 非常的佩服 好那如果大家 對於這方面非常有興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先去看一下 Fiong姐姐 她之前有拍了一部相關的片 然後還有帶到 他們第三個甜點品牌 New Dick 那個品牌真的是 我很想去吃吃看 有朝一日我一定會去 好然後我剛剛忘記講了 我這次買蠟燭的時候 她有送我一個試香 kit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有夠可愛 我打開看啊 發現她也不是蠟燭 她真的就是讓你試香欸 就是一打開 你就可以聞到 這個蠟燭燒出來什麼味道 真的很香 然後我猜啦 她的用意應該是 假設你今天只買一顆蠟燭 那你聞到其他兩顆蠟燭的味道 你覺得喜歡的話 你就會去回購 真的是很會做生意 如果你是一個有收藏屁的人 你真的會非常喜歡這個 迷你的洞洞 它這個是小的 然後它的迷你的筆 你看這樣子 放在桌上 也是蠻療癒的 好的 那今天的購物分享 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燒到什麼 想買嗎 如果想跟我說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